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第一刀 拆除了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 经过两个晚上的拆除工程 目前所有公车站台已经清除 预计花费的600万 结算后只用了410万元 未来台北车站的交通路网仍带关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第一刀 拆除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 吸引民众围观拍照 经过两个晚上的拆除工程 中校西路东向西在6点20分 开放五线通车 另外西向东也在6点50分开放三线 封闭起来35公尺的路段 因为挖到水管还未开放 完工以后将来的站台不见了 那主要是多了一个车道来使用 所以车流量的顺畅性以后 应该有它的功能存在 拆除工程预计花费新台币600万元 结算后只用了410万 但拆除工车专用道 车流量到底有没有改善 所以今天第一天上路觉得还不错这样 还可以啦 顺点是比较顺畅 顺是比较顺一点的 但是你拆的时候要把那个动线规划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交通局长中慧郁指出 配合2016年拆除中校桥引道后 台北车站前的交通网会重新调整 中校西路人会设置工车专用道 倾向规划双向各两个站胎 小客车道则维持外线的两线车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经交互中和省为同 詹用如台湾台北报道